我们这节课画上一组站在地上的麻雀啊 先画还是先画头部 先画头部 在下面画背部 背部一般是两笔啊 一笔 两笔 这个是翅膀再加上一笔啊 尾巴往上翘着 这是一个 再画一个站在地上往下看的啊 找实的那个 这是头部 这背部一臂 两笔 这还是它的尾巴 这个稍微长一点啊 这样子 之后呢我们用这个 黑色的毛笔 很细的小毛笔啊 把它的嘴部画一下 眼睛 这出来 这是塞帮 再把它的翅膀稍微给它 表达出来 一二 一二三 这个上去就行了 这个上面点的横稳也行啊 这样也可以 我们再用另一只毛笔勾出它的腹部和肚子来 然后往上 这么过出来 最后呢这是个腿 腿的地方 我再用改成小包笔 把这腿再画出来 这画久了 一二三四 点一点 这边呢是三爪子也可以 这是一个 这个呢也是这种画法 嘴 对 眼睛 再放 啊 这样下来 我也是用这个毛笔勾一下 他的还没勾 还没画那个 翅膀啊 翅膀和尾巴 长一点啊 横着啊 点两个就可以了 还是用这个笔勾一下啊 过去他的腹部来 这个地方还是腿啊 跑出来 还是用这只笔小毛笔 这个呢也是这个啊 这是这是往上的 是往下的啊 两只 再画一个 还是这样的画法啊 这个 这个 往上看的啊 这样的 翅膀呢是这种 一下 这边是两下啊 这样 尾巴 我们画麻雀的时候可以把脑袋画大一些啊 显得精神 这样子出来 这是眼睛啊 眼睛 往下出来 塞棒 塞盖 两下 三下 这个呢 一下 两下 三下 点着横位 啊 这是 翅膀 下面这个腹部呢 还是这种啊 腹部 我可以从这枯一枯啊 做完之后呢 我还是把这个 这个地方是一个腿啊 这两下还有一个腿 两只腿 看呢 我要把它缩出来 这个往上 这是画出来 一二三 啊 这个地方也得 再画出一个 啊 爪子啊 两个 这样的话是这个往上看的啊 背部要接一下 小了 小了 这是往上看 啊 再画一个 从这边往这看 也是这种方法 我还是很简单的先画出他的头部 这个头部 他是往上 这么的往上看啊 然后头部 这是 背部两下 也是两下啊 两下 这是尾巴 尾巴上上翘 记得尾巴往上翘的时候 你得离身的近点啊 你离远了 看不出尾巴来了 可能尾巴掉下来 其实画过画还是很讲究这个造型的 不准确的造型 怎么看 越看越不舒服 这个嘴 这是眼镜 啊 这是塞棒 这是点下半点 把这个翅膀画出来 这样一个啊 这个地方稍微收拾过来 因为翅膀搭来着啊 这个地方一 二 这样出来 出来了 这个把他的腹部画出来 还是用这个笔画啊 冲着画 画出来 往这个地方呢 我们这个把这个腿啊 这样画出来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腿啊 停步 为这个小猫笔改变 画的站立的啊 站的 这个地方也是啊 站的啊 这个鸟是 往这边往上看啊 看这 再画个正面的 小鸟 这个稍微难画一点 不过咱们再画出来啊 画个脑袋 这边呢画个他的那个背部 那个 翅膀的颜色啊 这时候我们还是用这个小袋的毛笔啊 刻画一下 两只眼睛啊 我可以稍微竖着画 这个嘴 这样的出来 点个点啊 这个地方点个塞板出来 再点出来 这个地方是他的 翅膀的地方啊 这个要画他的 肚子那个地方 两次 加点两次啊 少了 出来 肚子出来一下 这个地方呢 是个脚啊 这个地方呢 还有一只脚 啊 这个后面呢 说一下 撬着尾巴 撬着一个尾巴啊 撬着一个尾巴 这个脚往这走 往这 这个脚呢 就抬着一半 收一下 这样子 这是一个完全 再还再画一个 也是正面像 正面已经快落地那个啊 脑袋是 这个脑袋 这个地方稍微画出来 一个翅膀啊 往上飞出来 这个地方是一个翅膀啊 这个腹部 对吧 这时候拿这个小毛笔啊 给大家刻画一下 我画这一组麻雀比较小啊 比较精变 比较精悍 两只小麻雀 再往里收 这是 再 拽出一点来 这个地方呢 是塞盖 塞 塞 塞 这时候呢 用这个毛笔啊 画出他的腹部来 画的时候呢 我用两下或三下 一下 两下 可以了 这时候这个点画出点这个东西 啊 就是可以当他的一包 翅膀啊 这个点画两下 翅膀啊 这个看这个翅膀往上走 往上走 往上走 点点可以了 这下面是收两下 可以 这个地方呢 我画爪子啊 一个 这个地方还有两个爪子啊 两个爪子 这样这个小鸟就 准备落地 啊 这是在 地上呢 几只麻雀 还有飞翔的一只麻雀的落地方式 在这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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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